小時候就安慰自己只是baby fat 去到二十多歲就知道已成定局了 想踢走爸爸面又不想開刀削臉下巴 擦繡臉精華是否真的可以 我們聽聽專業皮膚科醫生怎樣說 其實爸爸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不是純粹是baby fat 或者純粹是脂肪令他們有爸爸面 有甚麼可以用包包面呢 例如骨格問題 也可以是肌肉問題 嘴咀肌問題 也可以是皮膚鬆弛的問題 甚至是面型比例的問題 都可以令我們看起來像包包面一樣 所以針對每一個問題 去治療他們的不同問題 才有一個好的效果 市面上多數是瘦面精華 那些膏好 或者按摩好 或者是塗的東西都好 其實大部分他們針對的問題 都是面部水腫的問題 可能會有些作用 為甚麼呢 例如咖啡因或者茶的精華 其實可以增加皮膚的血液循環 從而可以帶走水粉 令你即時有一個收緊的效果 皮膚變得更緊緻 但實際上其他問題 例如剛才我說的脂肪 骨格問題 咀嚼肌問題 當然是你不會預期到有甚麼很明顯的效果 如果真的去了水腫的話 之後水腫也會回來 是否可以持續一直都有這個效果 那就要考慮一下 如果真的有包包面的問題 其實最重要是知道根本的問題在哪裏 因為自己都不知道 可以問一下醫生 到底會是骨格問題 咀嚼肌問題 脂肪問題 還是其他問題 甚至是皮膚鬆弛 或者只不過是面型比例的問題 根本是面部不大 所以不清楚的話 也應該去看醫生